咋吃都不胖和一吃就胖 到底谁的身体好 生活中遇到这两类人 很多人都会羡慕前者 其实完全不需要羡慕 你想想看 怎么吃都吃不胖 那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 除了一些特殊工作 体能消耗巨大的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咱们俗话说的 那不吸收 为什么吃了东西会不吸收 食物进到我们身体内 有脾胃去韵化吸收其中的精华 部分化身气血给全身提供营养 如果说你的脾胃韵化市场 不能够正常韵化食物 那你气血生成不足 人就会比较消瘦 那你说一吃就胖的人身体更好吗 其实也不是 有的人呢 他跟别人同样的饮食 别人都不胖 就他胖 并且身上的肉很软不结实 像是被水泡发了一样 这种人呢 同样也是脾胃有问题 中医讲脾胃韵化水骨 除了食物还有水 同时脾胃是脂肌肉 如果脾胃不能韵化水液 在体内形成水湿 水湿泛滥到肌肉 人就不像是被泡发了 胖起来一样吗 所以这种人往往湿气是比较重的 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体胖大 舌胎厚腻 所以上面提到的两种情况 都是不正常的 什么是正常人呢 骨肉匀秤 吃的多就胖 吃的少就瘦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过胖或者是过瘦 都是不健康的 这两种人 你都要注意去调理你的脾胃 进行